手持是光谱 我们过去的主要是台式的 那么手持和台式 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手持是 主要针对于我们在 原材料的检测 原材料上的检测 比如说我们在 搜一些贵重金属 或者我们在 比如说我们有一堆 原材料我们怎么来区分 它是什么牌号的呢 就是很简单 就能对废钢也好 原材料也好 那么它主要是检测一些 比如说我们有些钢材库 有很大的钢材库 那怎么来区别什么 比如说我们放乱了 或者说我们没有标签了 那怎么来判断它是什么材质呢 是不是还在这带用那个磨光机 先刺 不用磨 我们只要把表面上那个锈 稍微打磨就行了 那等于说就是 还是得再稍微给那个表表 继续清理一下 对 这是开机密码 可以界面设置成英文 我们这有 九种语言 操作简单吗 简单 非常简单 非常便利 你这是设置这个密码 密码 密码 123456 那么它有一个预热 那么首先我要给它预热一下 预热一下 预热到最后 你就可以实际去检测 它在检测过程当中 它就是一秒钟 只要对准我们这个样品这个价 往上一放 我只要是手一抠 一秒钟 结果出来了 它的含量就出来了 在预热 在预热 那么台式和我们手持 它最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我们台式呢 可以检测任何的一个元素 比如说非金属 那么手持的呢 它只能检测金属 非金属测不出来 因为飞机 我把这个盖一拿开 比如说我们现在打这个 那个316 那个316不油缸了 我们往上一放 这个黄灯一亮 手一抠 结果出来了 结果出来了 那它这几个样块 实际上也是带有一定那种 标定的作用 我们这是标准的 标准的样块 那怎么来检测 我仪器准不准呢 就靠它了 对吧 那么它也可以自动去孝准 对 我们这种孝准 那么这就标准 落 镍 木 铜 铝 泥 都出来了 你刚才测那个是啥材料 是304的不锈钢 那个316不锈钢这个 316不锈钢这个 那么我们还有一种铝合金的 还有铝合金的 那我们再打个铝合金这个 直接放 直接放 手拿就行了 手拿这个黄灯一亮 不用调 黄灯一亮 手一抠 一秒 一秒钟 它的牌号是AA6061 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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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铺 铁 铁 链 链 和钛 都出来了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说 木 当前 材质 可能胃 可能胃 没有 的 嗯 好